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寇 蒋伟文 今天是5月29号 今天是个礼拜天 也是我们算是5月最后一天了吗 5月31号 耶 还有两天 No problem 我们今天是5月29号 倒数 5月倒数中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 蒋公周记 前几天欢乐自多心 大家可能看过这个节目 就是瓜哥主持的一个 意志节目 然后他 因为他们常常需要 意志提库 而且他们有新的 一个节目的形态 就是说 他会请不同 各路不同的一些达人 好手 然后自己来提供这个题目 来考对方这样子 比如说我就被邀请当作 一定是料理高手 或是料理达人这样子 我所出的题目 都是跟料理有关系的 但是那天我出了三题 这三题 他们都认为有点 稍微难了一点 或是有点太复杂了 所以就都没有使用我的题库 反而就是他们出了一题 他们跟我再讨论另外一题 简单一点 让观众们也可以跟现场的来宾 一起猜猜看 这样子 一起同乐了 当然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这三个题库 我也是绞尽脑汁去想的 然后也是翻片了我自己的料理书 然后想到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三个题目 就没使用到 我想说今天拿来讲工厨房 跟大家一起同乐一下 好不好 看看你知不知道 这三个题目的答案 会是什么 第一个题目 是有关于烟菜类的 比如说像我们曾经 请教过安琪老师 这个雪里红 老师说过雪里红 自己在家里DIY的时候 可以使用小芥菜 小松菜跟油菜 尤其是吃小芥菜 芥菜它有一个 比较呛辣的味道 所以很适合来做雪里红 它的味道会比较搭这样子 这做腌制雪里红 也许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但是怎么样 才能让雪里红 后来吃起来是比较脆口的 有三个选项 你听听看 第一个 是买回来的叶菜类 绿色的叶菜类 不管是小松菜 小芥菜或油菜 都可以用冰水 把它泡洗过 然后再用盐来搓过 最后就可以腌成雪里红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买回来的蔬菜类 不要洗 直接用盐来搓洗 搓揉以后 就把它放在塑料袋里面 闷在里面 这样子会不会变比较脆 第三个选项 先把这叶菜类 先略洗过 用水冲洗过以后 先把它切成小丁 我们买雪里红不是一包 都是切成碎碎的吗 所以我们先把它切成小丁 然后再用盐把它搓过 这样子雪里红也会比较脆 你觉得正确答案会是哪一个呢 给你三秒钟 三 二 一 正确答案 如果你选的是冰水泡过 那恭喜你 答错了 因为那是个陷阱题 听到冰水泡过 你会觉得说好像是正确答案 其实这有 这个两个选项 一个是冰水泡过 一个是用水洗过 这两个三个选择 里面有两个都是先用水去洗过它 我们在淹这个雪里红的时候 如果你先用水去洗过 或者是泡过这个绿色蔬菜类的 这个 比如叶菜类的这些蔬菜 它就容易烂掉 所以绝对不能用水先洗过 反正就是直接用盐 把它搓过以后 放到塑胶袋里面闷着 然后如果是这个天气 是常温的话 你就可以放到这个厨房就好 或者是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如果比较热的天气 然后把它放冷藏 第二天拿出来 它就会出水了 你要使用的时候 再用水把它洗掉 把这个涩水洗掉 因为经过盐的腌制 蔬菜里面涩水跑出来了 这个蔬菜 绿色蔬菜的梗布 就会变比较脆口一点 所以千万不要先洗过 直接用盐搓就好了 看一下今天的时间 第二题 我来问 这题大家应该就会了 制作鱼香肉丝的时候 这个肉丝 我们拌入一些太白粉 把它抓烟 就是要保护这个肉丝的 这个软Q度 最后我们又加了油 我们加了一些油 去拌入在这个里面 到底是为了什么 第一个 这个油脂 可以让这个包裹肉丝 让这个肉丝比较软化 炒的时候就比较不干柴 第二个 这个油脂可以帮助肉丝 在下油锅的时候 比较容易分开不打结 第三个 这个油呢 可以让食材的 脂溶性的营养素 释放出来 而且可以增加油香气 这个我也是特别想了一下 那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呢 好 如果你猜答案是B 油可以帮助肉丝 下油锅的时候 容易分开不打结 那恭喜你 你应该是厨房里的 这个一个老手了 因为其实我们在腌肉的时候 因为你加了太白粉 去跟肉搅拌 那太白粉会让这个 这个肉丝 最后在下锅的时候呢 当然会保护它 变比较软Q 但太白粉会让这个肉丝 或肉类变比较粘稠 所以你下锅炒 它不容易分开来 会粘在一起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会再淋一点油在里面 待会不管是下油锅去过油 或者是在锅子里面拌炒 有这些油呢 它就容易分开来 所以这答案是在这边 那第三题呢 就比较困难一点了 这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一道上海的汤品 叫腌肚仙 腌肚仙这个安琪老师 曾经教过我们怎么做 其实这道料底 虽然是上海的经典的 道地的汤品 它原本原本是来自江南 请问腌肚仙 这三个字 有点难了 我们只问一个好了 请问肚是什么意思 腌肚仙什么 腌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火腿 就是精华火腿 这种腌的肉品 那腌呢 指的就是新鲜的猪肉 所以腌肚仙的腌跟仙 你都知道什么意思 请问你知道肚是什么意思呢 肚这个字呢 就是合肚灵的肚 腌肚仙 肚在我们这个东方的烹调手法上 它是一种技法 你觉得它是A 上盖大火烧煮 还是B 小火慢煮 还是C 大火快炒 腌肚仙的肚 这题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不太可能是大火快炒 它是一个汤品来的 对不对 那上盖 也不会用大火来烧煮 腌肚仙的肚 指的就是用小火 慢慢的去煮它 去炖它 因为这是一个 要把这个精华火腿 它的腌制的香气 还有它的咸香味 煮到这个汤品里面去 搭配着新鲜的猪肉 还有各式各样其他食材 这是一道经典的上海的汤品 好了 听完这三个题目 你是不是都答对了 还是你发现自己 这个题目还蛮有趣的 他们应该使用的 帮我喂我叫区 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 讲工厨房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FM03 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扣 蒋伟文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工来说菜 最近这种天气 就是湿湿冷冷的 然后突然之间会热一下子 可是大部分时间 都是湿湿冷冷的 这种天气除了吃辣以外 就会让我很想吃炸物 炸的东西 热热的 油滋滋的 然后一口咬下去 在嘴巴里 蹦开来 那个油香味 咔嚓咔嚓的 那个酥脆感的 那个面衣 都会让我觉得 在这种冷收收天气 里面吃下去 觉得很爽 好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 这种炸物好不好 咔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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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饭 这一道料理 是收录在我的新手必学 只用平底锅 三步骤学会 101道日式家常菜 好 那这本书 是我跟这个潘蒙仁师傅 一起合作的 那这道这个日式的 这个咔嚼 咔嚼 专饭呢 就是拿我们在超市 会买到那一袋的 牡蠣 有没有 里面会有水 什么的 那 其实我在发现 潘师傅跟我讲 去买这种牡蠣的时候 如果带着里面水 越少是越好 牡蠣通常都比较大颗一点 牡蠣买回来以后呢 就先把那个水倒掉 然后呢 沥干了 然后就撒一点面粉在里面 然后再淋水 然后用手呢 去稍微搓洗一下 轻轻的搓洗 那这个搓洗的动作呢 最主要是去摸这个牡蠣的群尾 这个群 群折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些碎碎的 这个牡蠣壳 你不要以为没有 你真的去摸 十之八九 就至少一袋里面会有一两颗 会有这种壳 这吃起来比我们 有时候打煎鸡蛋的 不小心把那个鸡蛋壳 打进去一点点 那种还比较脆 而且薄 可是牡蠣的壳 你如果有一颗在里面 不小心咬下去 可能会咬碎你的牙齿 所以你一定要仔细的 把它挑掉 因为它那个很硬 好 这个洗干净以后呢 把它沥干 那这个牡蠣呢 因为我们把它炸过 必须要经过日式的三温暖的这个裹粉法 那就是准备一盘中筋面粉或低筋面粉 再一盘蛋液 就全蛋液 再一盘面包粉 然后呢 就先把一颗颗的牡蠣 先沾上这个面粉 再沾上蛋液 然后再沾上面包粉 然后把它放到旁边 一颗一颗这么进行 当然你也可以 全部的牡蠣 通通慢慢慢慢 有点分散开来的 撒在这个面粉上面 然后你不要一把一把去抓它 让它裹得很厚这样 你就先把它摆在 比如这个盘子有点大 对不对 你把你的这个面粉 稍微铺平一点 然后有一边的面粉 稍微叠高一点点 那你把这个牡蠣呢 由于略分散的 先铺在比较浅的面粉那一端 等于是躺在沙滩上的感觉 这样子 然后用手 同一只手 把堆比较高的面粉 抓起一把来 轻轻的撒在这些 开开心心躺在面粉摊上的 这些牡蠣 然后呢 把它撒上薄薄的一层 这样子再撒上去 然后然后再来就用同一只手 一颗一颗把它拿起来沾一沾 然后把它放在蛋汁里面 蛋液里面一颗一颗这样放进去 通通都躺在蛋液里面 再把一颗一颗拿起来去沾这个面包粉 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准备要去下锅炸 锅里面的油温呢 大概就是到170度左右 也就是说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也不能到18019 这样子很容易就把面包粉给它炸焦了 比较容易 你会觉得说170 160 180 我到底怎么去感觉呢 这个就是你多做几次就知道了 你那个牡蠣放下去以后 如果是静悄悄的 那这油温就太低了 所以说你可以先抓一只牡蠣 你用手抓着 然后下面继续让它去触碰油温 如果说你这个牡蠣有一半在油温里面 有泡泡出来 那就是这个油温 手就可以放开来 如果你的牡蠣放下去 一点都没动机 那你赶紧拿起来 再等一会 有泡泡出来 就把牡蠣丢进去 一颗一颗把它丢进去 然后把它炸成金黄色 因为其实牡蠣炸的时候蛮快的 只要炸成金黄色有点浮起来 你就可以蓬蓬把它捞起来沥干 稍微沥在旁边 然后把这个油沥掉以后 留一点点热锅 然后有一点油在里面 开始炒一些洋葱丝 因为我们要做冻饭 先炒一些洋葱丝 这个洋葱最好是顺文来切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有脆的口感 然后再放入一些三芹菜 炒一炒 三芹菜是给它香气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用其他带有香气的 这个蔬菜比如九层塔 或者是其他的芹菜 你觉得你喜欢的香气的味道的 我们这边是放三芹菜 然后再放一些鱼板丝 就是买这种鱼板把它切成丝 它颜色比较漂亮 也可以不用 只是为了配个色这样子 所以锅子里面炒香的洋葱丝 三芹菜鱼板丝 然后再把炸好的牡蠣 一颗一颗放进来 稍微扑一扑 它就已经有个头了 因为它外面有面衣 这时候锅子还是挺热的 你就把四颗蛋打匀的蛋淋进来 就像做青纸洞一样 淋在这些牡蠣菜上面 让它们凝结在一起 稍微煮以后 蛋汁凝固到你喜欢的这种熟度以后 对不起 我还没有把调味料放进去 是不是 对不起 你在炒洋葱丝以后 就应该调味料放进去了 像做青纸洞一样 调味料是很简单 就是柴鱼高汤200cc 酱油50cc 味淋50cc 清酒50cc 都是1比1 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把洋葱丝炒完了 调味料进去了 然后再把三芹菜 鱼板丝放进去 然后再把炸好的大牡蠣放进去 然后再淋淡汁 就像青纸洞一样 把它淋结在一起 然后最后煮到你喜欢的凝固程度 就可以把它整个的铺平在白饭上面 你的卡兹牡蠣丼饭就完成了 有时候在讲菜的时候 讲的一半突然 闪神 想到牡蠣那个好吃的滋味 没关系 这样讲就OK了 好的 了解以后在家里试试看 新手必学 只用平底锅三步 都学会101道 日式家常菜 101道都是很简单操作的 所以这一道 你会觉得油炸麻烦了 可是有时候做做看 麻烦的事就这样 你麻烦事常做 它就变简单的事 你如果天天都做简单的事 麻烦事只会更麻烦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 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 要带我们去他的肉铺 我想大家现在可能 大家以前买肉 就可能会上传统市场 像我自己也会去 传统市场很多的肉摊 牛肉摊 卖猪肉的 你可以跟老板娘沟通 你要切什么部位 要多少 多厚 当然很方便 而且有很亲切的感觉 接下来大家就习惯 也有去超级市场 全部都干干净净的包装在里面 然后什么部位 也是有分片分丝 或者是整块的 现在大卖场也是非常丰富 让你选择看你要什么样的肉的部位 不管猪肉 牛肉 羊肉都会有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发现在很多的 这种社区的巷口 或是有些街边 会看到有些比较 比较新颖的肉铺 很多人可能是有的是顶级的 比如说和牛的肉铺 有的可能是 就是说你看 不确定他到底是卖特殊哪种肉 可是你觉得里面是蛮专业的 甚至蛮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 意大利人或欧洲人所经营的肉铺 专业肉铺的感觉 今天我们要聊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肉铺的经营者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张成荣跟蔡佳恩 他们的肉铺的名字很有趣 叫初心者肉铺 让我们的联系的是张成荣 成荣你在线上吗 有 哈喽大家好 哈喽Jacko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初心者肉铺 你们才经营了一年多对不对 对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是不是跟你这个店名的就很像 因为初心者是日文新手的意思吗 等于说你们这肉铺是新手上路是不是 没错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婆 就是自己就出来创业 然后其实我们 其实自己觉得自己不是 其实不是当老板老板娘的料 但是就觉得开一家店是一个挑战 然后也是把自己的自己有的东西发挥出来 我想听到这边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会年轻的夫妻会 你们大概几岁对不起 刚好三十 我们两个都刚好三十 大家可能会想到有人会去顶这个 比如说便利商店来做了 或是开咖啡厅了 对不对 要不然就开一些什么餐厅了 或者小吃店了 好像比较少看一对年纪三几岁 我们来开肉铺 你们家是不是原本 你们两个是不是原本家里有在开肉铺的 有没有可能是家里在传统市场就在开肉铺的呢 我们家里完全背景都不是就肉铺相关的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都是嘉一大学动物科学系毕业 然后研究所的专攻是在肉铺加工 是 对 那我们之后有就是有学会一些分切 学会分切的技术 那就是 其实在研究所学很多东西啊 其实很想把它发挥出来 很想要告诉大家一些 对 然后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大家 对 那所以我觉得 对就是开肉铺 大家也是很疑惑 为什么 就是我们 就是年轻这一辈的 其实很少人会觉得 开肉铺是 应该是一个蛮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对 初心者肉铺 虽然经营了一年多 不过他们这个两个夫妻呢 就写了这一本书 希望也可以把自己所学的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叫做史上最完整的 家庭全肉品营养图鉴 这个肉品呢 这本书里面讲到所有的肉品 比如说牛肉啊 猪肉啊 还有禽肉类 就是说比如说鸡肉鸭肉啊 然后再来是这个鸡蛋类的 还有这个羊肉类的 这本书其实蛮像肉品的圣经的 所有的营养图鉴 它的部位啊 怎么使用啊 好像它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啊 里面写的这个非常的清楚啊 但是我知道你们 你们这个初心的肉品 有这么多的肉类吗 我们没有是我们主要是 专供是猪肉 那台湾大部分大家也是吃猪肉为主嘛 所以我们是以猪肉为主要的 那剩下肉品我们就没有在做贩卖 但是应该说肉 其实有一些共同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比较专业的是在猪肉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妈妈们啊 包括我自己去这个猪肉摊或者是传统市场 或者是去超市大卖场买这个肉品的 都会有一种一种习惯 就是说有点像是我们去理法 就有一个造型师已经习惯去给他捡 对不对 或是喝哪一个这个连锁店也好 或者哪边的咖啡 就喝习惯这一家的 就有时候经过看到一个肉铺 很特别新颖的 然后一个小小的店铺也蛮想进去看看的 可是由于这种习惯使然 就还是去我们传统市场那一家 跟他买买就回家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成荣 帮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经过你们肉铺 真的很好心想进去的话 进去以后你们的肉铺 跟其他的我们传统市场也好超市 到底哪里不同 我们能够期待什么 我想就是传统市场是大家买肉 就是台湾人买肉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 当然现在目前很多年轻的人都会去超市买 然后觉得比较干净 但是其实这两边都有一个欠缺的地方 那传统肉摊呢 其实他们是走温体肉嘛 温体猪这样子 那其实温体猪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 古老的贩卖猪肉的方法 那其实猪肉屠宰完 其实温度非常的高 大概是在39度左右 那其实这个温度 其实非常适合细菌生长 你刚刚讲到39度 以前如果你讲39度 大家没感觉 现在每天进什么地方 BB37度 BB36度 大家对这个体温非常有感受 39度完蛋了 太可怕了 直接挂号 直接不让你进去这个建筑物了 所以说你觉得39度 其实是很容易让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度 没错 因为其实屠宰完之后 那个39度温度 要是你没有去进行一个叫做预冷的程序 就是把它极速的冷却到冷藏的温度 大概4度5度C这样子的温度的时候 其实那个细菌生长的对数生长速度 其实非常的惊人 那可是温体肉的问题就是他们屠宰完就直接运到 运到菜市场上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在嘉义这个地方 那我们其实离那个肉品市场很近 那我们的肉不是跟肉品市场近 我们是跟CAS的工厂近 那他们屠宰完之后 传统让他们就是运输 然后都是没有包袱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一样就是用发财车这样运到菜市场上 然后就放到肉摊上 然后一直等等等到开始有人分切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完全是在室温的状态下 那就是而且没有包袱 我懂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到传统市场去买肉的话 最好早一点去 不要说等到中午12点去捡便宜 可是那时候肉你摆在室温上很久了 可能就在卫生上面上可能有点疑虑这样子 很多人会这么提到 但去超市的话 他一包一包包好了 又有冷气什么这样子就蛮方便的 那这样如果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到这个比如说你们初心者肉铺去 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也是跟超市都冷藏的很好 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些好处呢 或者有另外一些便利性呢 对我们初心肉铺其实就是介于在 不是介于就是这两种的结合 因为传统肉汤你可以指定规格 比如说你想要切肉片肉丝 或者是你想绞肉 你想用哪一块肉绞 你想用夹心肉绞 你想用里肌肉绞 那就可以绞给你 或者是量 比如说我只要100克 我只要200克的肉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做客制化的服务 那我懂 可是但是像超市的话 他们就是走全冷链 就是从屠宰到你运输 到你分切到你贩卖为止 都是在冷藏状态下 那其实我们就是以全冷链的肉为主 我们是以全冷链的肉 那所以我们是介于这两个中间 你可以客制化想要的东西 你也可以跟我们讨论说 你想要煮什么肉 那我们可以就是帮你处理 听起来你们就是取两个的优点 就是你们的这个初心者肉铺 或者现在比较新的这个肉铺的一个优势 待会回来 我们就来好好的问一下我们成荣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经营这个肉铺 就像我们进入他们肉铺一样 我们来问老板 到底要用什么样部位的肉品 来做什么样的食材最好 也许他们会告诉你 待会我们来问一下成荣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带大家逛肉铺 不是传统市场 不是超市 也不是大卖场 是现在你可能在巷弄 街旁 会看到这种比较独立的 然后看起来很新颖的这种肉铺 有的是专门卖这种顶级的牛肉和牛 有的就是看起来很像我们的电影里面看到欧美的那种肉铺 专门专业在卖肉铺 这样子的肉铺它有它的优势 它优势就正好有像传统市场这样 老板会亲切的跟你打招呼 然后告诉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部位 需要多少重量 来蹭给你看 甚至于也许你还可以摸摸猪肉也不一定 你在超市当然是都是冷藏好的包装好的切好的 你没有办法真的去挑什么部位 你只能挑哪一盒这样子 看起来长什么颜色 我们连线的是这个初心者肉铺 也是这一次史上最完整家庭全肉品营养图鉴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张成荣 他跟他的老婆蔡佳恩 一起来经营这个初心者肉铺 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成荣你在线上吗 哈喽大家好 是我刚讲没错 我们进去这个初心者肉铺的话 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有冷气 然后看起来比较新颖的传统肉铺 其实你可以这样这么讲 但是就是 就是我希望打造一个 比较让大家购买猪肉 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概念而已 但我们去这个传统肉铺 他就是我们可以跟老板聊 就是说看要用什么肉 甚至有时候老板问我说 你要煮什么 对不对 对 我说我想要煮糖醋排骨 他说那你就用这种的肋排类 什么跟会介绍半天这样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又是看我想煮什么 那今天我们进肉铺 现在去你们这种初心者肉铺的消费者 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 因为你现在经营一年了 对不对一年多了 你看到大概什么样年龄层 大部分的年龄层大概就是年轻的妈妈 或者是对于食材比较讲究的妈妈们 对对对 大概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妈妈们 他们去他们自己本身传统肉铺 已经去了几十年了 就像去一个礼法师 就是让那个造型师帮他剪头发 剪了几十年比较不容易换 这样子 对对所以对他对大家来讲 其实有点挑战 但是年轻的妈妈们 他们刚刚开始成立了这个家庭 然后开始对这个下厨 要有一番的这个这个手艺的时候 他们就他们想试试看新的这种肉铺 尤其就在家附近 所以可以跟你们聊要买什么 他们大大多数会跟你聊什么买什么 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都会对于 主要是因为小孩 小孩想要吃的东西 比如说小孩比较对于肉 不想要太柴 或者是他想吃比较 比较柴 或者是他想要吃 比较没有那么精健那么多的 比较好咀嚼的 或者是吃起来可以就是 或者是不要有脂肪的都有 那他们其实诉求的是一个健康干净 对那可是他们又不知道怎么料理 所以他们就会来跟我们讨论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了解那你们自己本身 像你跟老婆 虽然是做肉铺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常常料理这些肉呢 因为毕竟这些妈妈们都问你们一些料理的问题 而且你们肉品这么多 总是会拿来用的吧 你们最常做的料理会是什么料理 其实比较多比较方便会比较多的话就是绞肉类的 因为绞肉类其实你不管你是煮粥 或者是你是炒 煮粥或炒 或者是你拿去做丸子蒸 那种可能四指头的丸子 你蒸也是很方便 或者是做肉酱 就是我们意大利面肉酱那种 其实都还蛮就是很快速和在料理 而且你也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那像这个因为很多人说 你刚提到绞肉类 我的想象也是 因为绞肉既然已经绞了 它比起其他的肉品 是不是腐坏的时间会比较快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客人没挑选到的话 你们就把它用掉这样子 其实应该说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会拿那个肉来 自己就是自己会碰煮 因为自己中午还是会肚子饿嘛 当然就想说这是自己最方便的就是 因为猪肉里面所以很大部分的部位 就是夹心肉跟后腿肉 那这其实是量最多 然后相对于价格比较便宜的肉 那其实这这么多 但是夹心的肉其实还蛮适合做绞肉 因为它的肉的质地是相对于比较坚硬的 那经过绞肉的时候 它虽然经过绞肉的程序 它的肉质还是保有的 对它可能比较难去直接做 比如说你切排啊 或者是切大块直接拿去煮 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但是它经过绞肉的这个程序 你可以很快就把它料理去 而且料理起来之后 它的口感其实都还要保有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韩剧的时候 里面有一道料理是那个大秋辣炖排骨这样子 然后就是它是用那个猪排骨去炖 然后整根这样子 然后每次我看南座拿起来吃那个炖排骨 就很大一只排骨 然后肉也很丰满 就是有别于我去吃 比如说TGI Friday的那种肋排 肋排感觉是比较扁一点点 然后它的骨头是比较细 有时候整个肉掉下 那骨头是细细一根的 可是我看那个韩剧里面 它那个辣炖排骨 它的排骨是比较粗的 然后肉又比较丰富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想试做这道料理 可是我每次去猪肉摊 我很不太会形容这个 然后它都会把我切得很短 然后我就搞清楚 那这样的话 我这样形容跟你听 你会知道要切什么部位给我吗 我知道了 因为其实肋排啊 肋排我们常见 其实就是五花上面的肋排 就是我们的肋骨啦 对 但是肋骨总共有 猪的肋骨总共有14到15根 其实每一根都长不一样 那其实在韩国 它你刚刚形容的那样子 比较粗然后比较厚对不对 对 那其实那个骨头其实是 我们叫做前肢排 前肢排就是猪在分切的时候 它会分三段 前段中段后段 那前端的话就是有些夹心肉啊 梅花肉啊松板肉 其实都在前段 然后它有个前肢排 它其实那个它的肋骨 就是比较粗的 跟后面五花的肋骨 其实是相对于起来 可能粗个1.5倍左右 所以然后你把它的肉取得比较厚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做成像你刚刚说韩式的那种 那么粗那么厚对的那种 你看这个就是去像这样的比较年轻化后 比较新颖的那种肉铺的好处 你直接跟很年轻人 比如我很难 我很难去传统市场的猪肉摊 那么多人去跟这个老板娘啊去买 而且通常那个猪肉摊的老板 老板娘都是比较资深一点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又很忙 所以我很难跟他说 老板娘我看了一个韩剧 什么他忙得要命 他哪听你讲这么多 废话 那你去超市 去大卖场 根本没有店员会来帮你 你就是自己去挑 他们这些店员也都是一些年轻人 所以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再一问成荣 他马上知道 我知道切什么部位给你 我就觉得我下次要去出新者肉铺 我觉得会 会受到很大的帮助的感觉 这些年轻的妈妈们 可能也是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他们想做什么料理 他问你 你就告诉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肉的部位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形容非常的精确 所以我才能马上的去反映说 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很多客人 很多客人可能他其实 完全会他只是形容给你看 但是他可能形容不清楚 我们就要继续就像 就像办案一样 就是要抽丝剥茧 你是从哪里看到 然后我要是长怎么样 吃起来怎么样 去慢慢去了解 那其实这种对谈的过程当中 你其实就会知道说 大概大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 然后他会想要怎么样料理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张成荣 聊的是这一本 时尚最完整家庭全肉品 营养图件 还有他跟他老婆一起经营的这个初心者肉铺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把他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连线是张成荣 他所经营的是初心者肉铺 还有这本书 史上最完整家庭全肉品营养图件 承认我们刚刚都花很多时间在聊 这个您经营的肉铺 那我想说这本这个你们的书 史上最完整家庭全肉品营养图件 我刚刚翻了 我觉得真的是蛮丰富的 而且感觉上是你跟你老婆 希望把你们所学的 全部都放在这本书上 然后完全送给大家去翻阅 这样是不是 其实我们想做的 就是很简单 就是让大家比较简单去 知道自己怎么料理 或是简单怎么去选择 那这本书前面其实有写说 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挑 你要怎么看 对 然后各热肉怎么分别 那其实你知道怎么挑之后 其实是慢慢在从细部开始 比如说各种部位啊 夹心肉啊 鲤鸡肉啊 你要去选择 你要料理的时候 是适合哪一种肉 对 所以我们前面会比较多在讲说 澳洲你怎么挑 从颜色外观 它的包装来看 然后另外后面就还是讲西部 比如说夹心肉啊 它的料理的方式怎么样 还有其实有个比较特别 就是我会跟大家在 比较强调是说 比如说我们常常有些比较 常会搞混的肉 比如说松板肉 雪花肉 还有二层肉 这三种肉怎么 好像常常看到 可是又搞不清楚是哪一种肉 就是这种小姿势的部分 这样大家可以比较了解从 就是比较 大家有细微的东西 能够大家可以 这细微不糟的东西 大家可以从里面可以了解 是我觉得肉的部位也好 或者是肉的营养 这边都写的很详细 甚至于还有这肉的 怎么去切它的一些 这个分解图 我觉得你们都很用心 还有包括了 这些不同肉的部位 怎么来做一些料理 甚至于怎么去去除它的腥味 因为每个特殊部位 它可能有特别的一些 比较浓的 比较重的一些腥味 这本书也提到说 可能要怎么去去除它的腥味 我觉得这本书 这个时尚最完整家庭 全肉品营养图鉴 可以试一本肉品的圣经 让大家放在家里 然后因为其实怎么样 增进自己料理的厨艺 越了解你所使用的食材 你的料理的厨艺就越精进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的张成荣 也希望你们的初心者肉铺 可以经营的越来越好 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进去逛一逛 感受一下这种初心者的 这个肉铺的他们的用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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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Janko 展工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OK 拜拜